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539集 相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两天来 心头那股悸动的感觉越发强烈 让他不断地想要去寻找 却又完全不知道究竟该找些什么 但是不可否认 他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 似乎一直有一双眼睛 在某个角落默默地凝望着他 目光是那么忧郁而充满了哀伤 令他莫名其妙地感到振振心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哪 救救我吧 片刻后 蓝叶云突然摊在了椅子上 微闭着眼睛急促地喘息着 然而老天现在只顾着下雨 完全没有时间理会他的求助 眨眼之间两天的时间过去 今日便是七夕佳节了 只可惜这场秋雨已经连续下了七天 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 令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了出游的计划 万分遗憾 不过若能与自己心爱之人 已在窗口静静地欣赏着绵密的秋雨 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其实在很多时候 眼前的风景如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个陪你一起赏景的人 到底是谁 如果这个人对了 再美的风景 也比不上他的一领一笑 如果人不对 即便身处天堂 也只会令人想要逃之夭夭 就如同此刻的蓝叶云 独自一人站在窗前 看着窗外连绵的秋雨 她只觉得自己的心境 比此刻的天气还要阴沉 还要糟糕 眨眼之间夜色已经降临 并且越来越深沉 距离此时也越来越近了 她却依然没有半分睡意 倒不是不想睡 只是不知为何 她突然觉得心口 传来一股万分憋闷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她窒息 仿佛一条离开了水的鱼 随时都有可能一命呜呼 这种窒息的感觉 让她越来越不舒服 不得不起身跑到窗前 打开窗户 想着透透气 能否好一些 不过可惜 状况并没有丝毫改善 她的眉头不由皱得更紧 伸手接住了几道冰凉的雨丝 快又自食了吗 一句话还未说完 她突然感到心口 传来一股尖锐的剧痛 仿佛一颗心 被人硬生生地挖走了一般 不由一把抓住心口的衣服 本能地呻吟了一声 然而那股剧痛 并没有得到丝毫缓解 反而越来越剧烈 很快便令她浑身轻颤起来 就在她意识到情况 可能有些不妙 想要纵声大叫来人时 却又突然感到心头迅速地划过 一种异常奇异的感觉 这种感觉指引着她 不自觉地向着某个方向 慢慢走了几步 跟着对着面前的空气 本能地抬起手 似乎想要抓住些什么 当然 面前除了空气 依然什么都没有 可是蓝叶云 却并不曾像往常那样 立刻就放弃 她的手停在了半空 接着轻轻闭上了双眼 仿佛寻着一种神奇的本能 她上身微微前倾 便突然感到 唇上传来一股 并不陌生的温热 柔软和芬芳 于是这一刻 她泪如泉涌 时间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 蓝叶云只觉得 一时之中已经只剩下一片空白 唯独唇上的柔软和芬芳 是那么真实 让她只想这样紧紧地抓住一辈子 再也不要放开 许久之后 她却突然感到 唇上的柔软和芳香突然远离 不等她为此感到恐惧 耳边已经传来一个 温柔的 含笑的声音 恭喜你 云 你成功打开了空间之门 这个云字听在耳中 蓝叶云只觉得浑身一颤 所有的记忆闪电般划过了脑海 下一刻 她已默然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 楚寒正那张绝美的脸 脸上同样泪痕满布 却越发宛如梨花带雨 明艳不可芳物 仿佛为了确定 这究竟是不是幻觉 蓝叶云的呼吸 几乎完全停滞 许久之后 她突然唇角一挑 一抹淡淡的 温润的笑容 缓缓地在她脸上阴晕开来 阿珍 楚寒正轻轻点头 抬手抚摸着她憔悴 而略有些苍白的脸颊 我很高兴 在最后的时刻 你终于记起了我 这一刻刚好是此时 虽然仍旧有些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事实而不是梦境 蓝叶云脸上的笑容 越发明媚如春 从今以后 我再不会忘记你 再不会离开你 阿珍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扑入了她的怀中 楚寒正只说出了三个字 我也是 感谢上苍 这场赌局 终究是他们赢了 在最后的时限到来之前 蓝叶云终于成功地 找到了钥匙 打开了空间之门 这一刻 两人什么都不想说 只想这样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静静地品味着 这劫后余生般的 喜悦和幸福 然而不久之后 娇妻在怀的蓝叶云 并已经有些心缘一马 尤其是摸着心爱之人 软绵绵的身体 鼻端更是清秀着 她身上那好闻的幽香 她体内深埋了多年的欲望 居然很快便苏醒过来 令她不自觉地低头 在楚寒正的耳边 撕磨着 何诚 我想 原本就紧贴着她的身体 楚寒正当然很容易 感到了她的变化 一张俏脸早已红得通透 不要了 你 我要 渐渐化身色狼的某人 根本不理会她的拒绝 干脆将她打横抱起 三两步奔到床前 轻轻地放在了床上 跟着不由分说 飞身扑了上去 将她压在了身下 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了 我一个都不想再等了 阿正 你是我的 永远是我的 我要 母号 母号 话还不曾说完 耳边便突然传来 几声脆声声 娇嫩嫩的喊声 蓝叶云的动作猛然一顿 跟着转头 看向声音的来源 当她看清不知何时 出现在面前的两个小家伙时 惊奇地险些把眼珠子 扔到他们脸上去 什么鬼 当然 突然出现的 不只是这两个小家伙 站在他们身后的 那个面带微笑的女子 她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却极容易地 从她右眉下的 那颗黑质上判断出 她应该就是 楚寒正的娘亲 容雪代 早就知道 她应该还在人间 蓝叶云自然不会如何惊奇 可问题是 她两只手中牵着的 这两个小娃娃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瞧他们不过 刚刚两岁多的样子 从打扮来看 显然是两个男娃娃 不但容貌一模一样 俊俏得很 而且粉雕欲拙 令人一见 便喜欢得不得了 只不过 为什么他们都把目光 锁定了楚寒正 还不停地 大叫母后 看到她惊奇地 下巴都要掉在地上的样子 楚寒正不由失笑 轻轻推开她 翻身坐起 面上带着明显的得意之色 父亲 想不到吧 不知不觉中 你都已经当爹了 而且 还是两个孩子的爹 来 叫父皇 虽然是第一次 跟自家父皇见面 两个娃娃 居然并不认生 果然争先恐后地 扑到蓝叶云面前 一人扶着她一边的膝盖 脆生生地开口 父皇 父皇 指着两声父皇 把蓝叶云的心都叫得化了 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早已一手一个 将两人搂在怀中 连声答应 哎 哎 好孩子 只不过你们到底是 从哪里冒出来的 楚寒正越发忍不住 笑出了声 什么从哪里冒出来的 当然是我生的了 那次 你我洞房花烛之后不久 我虽然被封印在了 另一个空间 却很快便发现 自己有了身孕 并且顺利地 把孩子生了下来 才发现 原来是一对双生子 这两年来 一直都是娘亲 帮我把他们带大的 现在 终于可以跟你 这个父皇见面了 蓝叶云文言 早已满脸匪夷所思 片刻后 却得意地大笑起来 原来朕这么厉害 不但一次就中招 而且还一中就是两个 可惜是两个男娃娃 若是一男一女就好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年轻 接着生 下次最好一胎 再生两个小公主 那就太完美了 楚寒正忍不住翻个白眼 你当我是猪啊 还一窝一窝的生 不过尽管对这两个 跟从天上掉下来 差不多的儿子 非常喜爱 片刻之后 蓝叶云还是毫不犹豫地 将他们塞给了一旁的 容学代 并且推着他往外走 好了好了 今天到此为止 快带他们去休息吧 我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做呢 容学代当然知道 他所谓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当下也就不再多说 只是冲着楚寒正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便带着两个娃娃 离开了房间 但这两个小娃娃 却根本不可能 懂得大人之事 早已不乐意地 嚷嚷起来 布妈布妈 我要找母后 姥姥 我要找母后 接着便是容学代 柔声相劝的声音 乖 时候不早了 咱们先去睡觉觉 明天再来找母后 好不好啊 观景房门 蓝叶云重新走回床前 轻轻搂住了楚寒正 声音温柔地 简直能掐出水来 阿正 我们来生小公主 好不好 楚寒正早已羞红了脸 有些不安地 挣扎了一下 不要了 我 不要可不行哦 蓝叶云的声音 虽然温柔 却透着一国之君 该有的霸气 一下子就多了两个儿子出来 我当然高兴 但是遗憾的是 我并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的出生和成长 想想该有多遗憾 所以这一次 无论如何不能错过了 来 乖乖的 我们来生小公主 他的手轻轻一挥 沙障便温柔地飘落了下来 遮住了仪式春光 好吧 生小公主是人家的事 闲杂人等回避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书到此 正文完结 敬请期待翻外哦 重活一世 我一定要为家人报仇 可是 卿卿 上来 薛公子 你到底想怎样 本公子 尚缺一个媳妇 欢迎收听 重生甜虫爽文 盛世谋尘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